第四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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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我是虹佬 那今天陸服出了一個更新帖 是有關於傳奇武將的 那傳奇武將在明天的時候 陸服就會去做一個更新的動作 那如果有任何新的消息的話 會分享給大家 那首先 傳奇武將是紅色的兵子 他是使用武魂進階 跟覺醒的 使用普通的魂 但是呢,他的傳奇武將 會有一個專屬的武魂 可以做一個 可能覺醒後還可以再做突破 所以會變得更強更強 就對了 反正一個大坑 那這一次 可以用橙色武將作為副將 那這樣他的 呃 他的速度會更強 那這一次傳奇武將是有兩隻齁 關羽跟超超 齁 然後 反正很坑就對了 然後後來還會有一個傳奇 失聯跟傳奇之路齁 這個內容不確定是什麼 但是到時候會分享給大家 對,然後第三個的話是傳奇戰場齁 傳奇戰場的話就是另外一種 新的玩法吧 有分投影節載跟工程掠地齁 是不錯啦 一直想出很多不同的活動 但是對新手玩家 我覺得相對來說很不友善 因為非常多東西要去玩 好,那這次的更新 就到這邊 那明天的時候我會再去發佈 那SP消息呢 目前還是沒有 如果有的時候會再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